全部都在羞辱你 沒有人要買啊 全部都被貼上愛真實 六五折 你找出來了沒啊 四一口十還不停在心中 默默留下兩行淚 我是像和矮的習近平 你不覺得嗎 欸有一點 有一點 對 就 對不起好笑 你還房地產 掉下來的最大風險 打仗 就是中國人 那我宣布不打 歡迎Joven跟TEN 俗稱YouTube炒房船 Seven事情之前大爆炸之前 我問任何一個同行 通常都幹很屌 而且你又鋪路狂 我就是鋪路狂啊 你要當個快樂的鋪路狂 每一間店外面的柱子上面都有貼 我開車經過 OK 這個快樂什麼時候破滅的 大概 24小時 i Plus 君英尊爵視光眼科 Smile 全飛秒近視雷射 全球700萬眼認證 單眼23秒就可以完成 近視 閃光 同步矯正 i Plus 是由頂尖眼科醫師 與專業視光師團隊 聯手打造的 電堂級精品視光眼科 透過完整的24項 精密數前檢查 全方位掌握清晰世界 傷口小 恢復快 隔天就可以上班 搜尋 EYE PLUS i Plus 聚音 尊爵視光眼科 好 要開始了 好累喔 怎麼那麼早 為什麼你們要約這麼早啊 因為 全部都滿了 因為我跟他行程都很滿 你知道我什麼行程嗎 我昨天人在東京 我知道啊 然後我從東京飛回來 然後今天的行程呢 是早上先跟你們錄影 錄影完之後呢 我中午要去整骨 因為我脊椎不好 然後又狂飛 從出國 所以一直坐到屁股痛 Oh my god 還不是坐商務艙 屁股還會痛 沒有沒有沒有 你是不是因為屁股痛的時候 一直要坐商務艙的人 這個月要去來回日本三次 只有一次是商務艙 另外兩次真的我買不下手 然後呢 難怪被吳淡如嗆爆欸 我就瘋逼啊 然後 你什麼時候開始飛死了 然後我唯一 下一輩子吧 好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凱莉 那今天我們要邀請 來我們節目非常多次 而且每一次來 我覺得他身價就是兩倍在跑的 屁欸 有了 你最第一次來到現在 最好沒有翻三倍 我覺得 我想一下 我在想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很早 很早以前 那時候你還在想要了解 網紅觀察室 那時候 我跟你講 如果我翻三倍 那你們翻五倍 以通膨來說 你們那邊通比較多 也沒錯 以報價 沒有沒有 不一樣 你那時候機器比較 他們那時候機器比較低 他們機器比較低 我機器已經很高了 你來的時候你機器已經很高了 對 對啊 你那時候已經大了 我那時候已經蠻貴了 對 我們好好介紹一下人家 好 歡迎Jomay跟Ted 耶 我又來了 俗稱YouTube炒房團 沒有炒嗎 我一定下這個標 我跟你說 如果YouTube炒房團 如果我們可以炒房 那政府就把我們關起來就好啦 民進黨政府就解決 房價高漲的問題啦 啊 民進黨政府 你直接講出來了 啊 不行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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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炒房團 好 那你剛剛說到這個 炒房團是違法還是合法 現在是違法 網紅 在平均定權條例裡面 就是現在禁止網紅炒房 我們先開 只針對網紅 只針對網紅 對 我先開場 講一個 也是 我先開場 講一個重點 我們的房地產客呢 主講是不是 等一下 大家 因為我怕這個時候炮火已經集中在我身上 沒有 所以我現在在問他 我現在在問他那個 對不起 為什麼網紅不能炒房 那 假設那個電視明星就可以炒嗎 沒有也不行 就是 所以誰都不能炒 應該是公眾人物就都是不能炒 可是公眾人物是法院定義 你是公眾人物 所以你就是了 對 所以你假設只是沒事自己 把那自己的FB 然後弄成公開帳號 那假設不小心有一萬人follow你 就是公開的場合就是不行 因為法院判斷你夠不夠紅 所以你有可能被法院認證不紅 哈哈哈 我 我希望法院認證我們不紅 哈哈哈 他如果認證你紅了 你就一切都要受到規範了 所以他們是 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事情啊 嗯 這個是應該是今年年初吧 年初的時候 他靠北哦 就今年年初 今年年初開始的 可是他有定義炒房是 怎樣叫炒房嗎 大家一起手牽手去買房算嗎 做私人飛機 不是 我算不算 你是說做私人飛機可能算 從台北沒到高雄嗎 高雄 台東也可以飛 台東可能比較遠一點 我覺得傳統炒房的定義 應該是預售屋的紅單買賣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炒 嗯 那你要解釋一下 不是大家都聽得懂 紅單買賣是怎麼來 好這要聽著講 好就反正 紅單 紅單在預售屋的過程裡面 我們買的是一個買房的權利 嗯 對然後我低價買了這個權利以後 然後但是我沒有簽約 但是接下來的人如果要買的 那我把我的買房子的這個權利賣給他 但是我加價賣了 然後這樣子就是 我其實我是做無本生意 對 因為他只紅單的持有成本很低 我剛剛已經放空了 反正就是那個單子互相買賣 然後根本房產也沒有在那邊依賴去 對不對 這樣解釋也可以 反正就是option的option 你懂嗎 Stock option的概念 應該是等於說是沒有什麼成本 對 對對對 因為買一張紅單大概就10萬 10萬塊 可是你轉手可能就是50、200、100再賺 對 怎麼這麼好賺啊 對 所以這個是違法的 但這個目前已經立法已經不能這麼做了 對已經規定不行了 但是中南部 可是大家還是 中南部怎麼樣 中南部怎麼樣 以前我其實我剛回台灣的我第一個工作 就是在那個房地產代銷嘛 嗯 然後以前裡面一堆就是 比我大一點點的人 可能那時候 我那時候才27歲吧 那時候可能有30歲的人 他們就是身家千萬 對 就是靠這個 靠這個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有權利買這個 就可能比如認識厲害的人 不是 因為 因為 他們在代銷工作 因為他知道會長 然後會知道一定會 因為那時候 我跟你說那時候我一直覺得台北 你怎麼還這麼窮啊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我那時候回來 我一直覺得台灣的 台北的房價就是 超貴 可是我那時候也覺得很扯 那時候什麼 呃 在大安森林公園 對面新蓋的 反正有一個很扯的 那時候一平一百萬 那時候是天價 現在是兩百 從我有記憶以來 我就從來沒有覺得 台灣的房子便宜過 嗯 從我小到大 yeah 所以就是那時候我就覺得 who the fuck would do this right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在房地產代銷 我那時候在代銷業 然後我就覺得 代銷真的就是一個不環保的產業 因為你為了賣那個 你為了賺幾十億幾百億的案子 對 你就花個幾千萬 現在可能要幾億了 現在可能預售 蓋那個接待中心 我乾 展示中心 很了不起現在要抑了 蓋那個三個月 或者更好 有一些蓋起來根本沒有 不用開門 因為景氣太好 就賣完然後就拆掉 但我覺得Ken講的是 一部分是事實 是啊 真的蠻浪費錢的 對啊很不環保 所以我們現在在開發線上代銷 哦 怎麼說 所以不用VR 所以不用接他嗎對不對 不用接他 我就丟掉了 直接聊那個傳統媒體啦 我 因為酒店剛一來就說 他看了我們跟眼球那一集 對 他看的心有淒淒焉 我其實一部分蠻羨慕視網膜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有選擇的人 你也想去傳統媒體 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我沒有想 假設他們開節目 如果你量身打造一個 我其實沒有想去傳統媒體 因為我大概知道 他傳統媒體的頂級行情大概在哪裡 哦 所以你覺得不夠 我覺得 養不起我的人 沒有啊 你就想把公司收掉 我捨不得收掉啊 我捨不得收掉啊 這些都是我的夥伴耶 可是你剛剛來 他們怎麼辦 就是這樣毅然決然的就收掉 所以我羡慕啊 我羡慕他能夠做這個決定啊 我羡慕他可以收掉 他可以收掉 然後全部公司的人資錢 或怎麼樣 我做不 我沒有這個勇氣 我沒有這個勇氣是 你把大家的未來都背在自己身上了 我很自戀的自以為 自以為說我有部分責任吧 有些人跟著我這麼多年了 然後我突然把公司資錢的話 那他們怎麼辦 那好歹我要讓他們大概知道 員工有存個一些錢 我再收吧 你真的這樣很好 所以你真的有想過收的念頭嗎 我何止想過收的念頭 我有想要裸退啊 我就已經可以退休了啊 你不用賣賞了是不是 現在就可以啊 我現在就可以啊 right here right now 就可以了啊 你說你這個炒房 但是課程要先賣完 是因為課程 所以你可以退休嗎 你課程要先賣完 你課程要先賣完 還是太德也可以退休了 沒有沒有沒有 太德還有一個夢想 他應該還沒有退休 他有一些夢想 okok 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比較貪心一點 貪心一點是什麼 他想要當建商啊 我想要蓋房子 在北部還是中南部 其實沒有限制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公司希望往IPO的方向 上市的 因為TED以前是做土開 就是土地開發出生的 有力開發出生的 然後這些做房地產建設的人 我認識的 如果是有理想的 但一部分都是要賺大錢啦 然後另外一部分 就是要改變城市天際線 對 對那時候會加入 聽到我都覺得是屁話 沒有那時候我加入 沒有他們都說 其實我可以理解 因為建築物就是一種就是 他們說是一種音樂 對 在那邊的時候會改變 你想像一下喔 你每次Landing在台北 Landing在桃園 你遠遠就會看到一棟房子 天際線是你蓋的 那種感覺是怎麼樣 不是不是 他們要講的是說 你看台北 城市的風貌啦 對 那麼多老舊的房子 每次飛回台北 松山機場要落地的時候 你看到的 全部都是鐵皮屋 對 你這樣子 可以嗎 你想要你最愛的城市 變得更美嗎 對 來我們一起 那時候我就假設 對 被洗腦 做房地產的人很喜歡這樣講 對 就是如果比較崇高的人 對 他們要讓城市變得更美麗 因為說實話 台北不是很漂亮的城市 但進去以後發現 大家都不是這樣 大家都在炒房 就是你要先賺錢 才改變天際線 進去又很現實 沒有錢這些事情都不能做 然後你要改變天際線很難嗎 因為改變天際線 你那個樓高要120米以上 那光要蓋一個120米以上 台灣的法規 前天路寬 對我們課程沒有討論到 反正就是 超難的 反正就是超難 你沒有個三五百億是做不出來 如果想要做建商 大概準備預備 款要多少 做建設公司 自建自售 那當然有分自建自售 還有跟你不要合建 假設你第一個案子你想推 就是最 你想要開始的方式 你大概要準備多少錢 我覺得大概要準備十個億 對 基本 所以九妹差不多啦 對 九妹可以啦 其實他已經可以完成你的夢想了 他不要 為什麼他不跟你喝 沒有沒有沒有 你沒跟進去 十個億 十個億該出來的應該是那種 七八樓到十五樓的那種小店 他無法改變天際 你以為每個人都是從那個開 每個人都是從 可是白人就是要這樣開始的 那只能改變我家巷弄 要一個一個來啊 慢慢來嘛 就是可能 就是從二線城市啊 對啊 我的夢想是快樂就好 屁啦 你屁啦 你現在 你今天的行程聽起來超不快樂 沒有他 他下午的行程 其實有一個是行程是快樂的 哈哈哈哈 是什麼 下午我們要拍可以講 因為那個時候應該播 我們下午有一個行程是絲襪對決 然後來賓是喬本有餐 快樂吧 就是一面你喔 是很快樂吧對不對 你又不能碰有什麼快樂的 我只能看啊 那這是 無聊Boring 對啊 沒有我晚上 他晚上 我晚上可以複習一下他的一些作品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直接脫太久了 還是你可以把那個絲襪 就是拿回家說 口味親給朋友穿 我有想過這件事情 他們穿過絲襪能不能拿去賣 可是這件事情是標準的物化女性 一定被罵 你有在care嗎 你有在care嗎 我有care啊 久妹有傳說欸 久妹有傳說欸 物化女性有關係嗎 我沒有物化八九 我沒有物化八九 你們久妹有開箱過原味內褲嗎 你有開箱過原味內褲嗎 多年前有開箱過 我就是在那個 秋葉原有那種幾千元日幣的轉蛋 然後轉出來你就看到原味內褲 然後原來超噁的 看起來人家 女生就懂嗎 會有一條一條彰線 我聽到很想吐 我現在有點想吐 但是然後那支開箱影片 我就拿起來吻 喔 我真的有吻 然後我跟你講沒有味道 那時候你follow了多少 我那時候follow了應該才五六萬 而且那時候youtube沒有黃標 是個美好年代 是一個有點像是西部拓荒的感覺 你想幹嘛就幹嘛 跟台灣中南部一樣 就無限 那是你說的 他在中南部殺個人 可能還是會被抓走啦 要開到88槍才會抓 88槍可能要抓 87應該沒事 開88槍然後要一陣子 然後要總統大選才會被抓走 那他要查到中國 中國把你送回來 對對對 要符合幾個條件 算是一個成就 你是很努力想要被延伸 我沒有 我沒有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 我跟你說你之後再跟我們說 哪裡要剪掉我們不會理你喔 你youtuber當那麼久 自己要內建濾鏡 我們對政治的物也是這樣 對我們來說 你應該就是跟他們等級一樣 不可以剪 沒有關係啦 就是一直被燒啊 可是我覺得百靈果的粉絲 算是相對的理性 沒有可是我們會吸引到 你跟TED的粉絲啊 你在想什麼 我跟TED的粉絲 如果是粉絲 OK了啦 粉絲也是理性啦 粉絲應該不會編啦 你們黑粉應該超多的吧 黑粉我想一下 我有一些啦 7-11之後有沒有變更多 我其實看到坊乾的時候想說 欸這支影片上的時候 7-11的事情 就已經沒有人在討論了 還要討論這個嘛 可是大家會好奇你的想法 你真實的想法啊 我真實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這個心路歷程 很多我不能說 OK 那跟這麼嚴謹的公司合作的時候 那這也算是你第一次 做自己的聯名商品嘛 對 那中間開發過程你需要 真的清理 有有有有我自己 當然這間商品不是 飯糰不是我去捏 不是不是你做 口味就是需要調口味 口味是我調 我先講最一開始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其實全家做的很成功 全家在22年做的非常成功 他就跟金針菇嘛 跟弟妹等等的 然後7-11也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7-11就找我們 他主動來的 對 然後我就是why not 就是我問我身邊的同行說 在我7-11事情之前大爆炸之前 我問任何一個同行 同行說幹很屌欸 我覺得很屌啊 如果問你們你們也接啊 其實我到現在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屌 我覺得那個爆炸 就是這是一個不管多少錢你都願意接吧 而且7-11的分電數量是 他是全台灣龍頭之外 他距離第二名有很遙遠喔 他領先很多 他是全家的大概1.5倍以上的電量 對對對 所以你那時候就why not 我就做嘛 而且你又鋪路狂 我鋪路狂啊 可以在那麼多地方被看到 我就是莫忘初衷嘛 我就是鋪路狂啊 你要當個快樂的鋪路狂 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算是來百靈國裡面 最real的前幾個可能 就是而且最莫忘初衷了 所以你會自己走進7-11 然後看你的臉這樣一整排 然後在那邊很爽 我會去尋啊 所以他要出瓶架 所以他要出瓶架的 我跟你講第一波剛上的時候 我根本不用去尋 因為每一間店外面的柱子上面都有貼 我開車經過 ok 而且有6000多間7-11 那這個快樂什麼時候破滅的 大概24小時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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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過真的一開始我要買東西是買不到 因為真的生意太好 對 我們那時候要買對不對 我跑三間7-11才買到 而且我跟你講很痛苦的點是其實 第一波啦 我只敢說第一波是賣超好 可是7-11又不願意讓我講賣的具體數字 所以就變成我的成績影片變成說 喔 決定自己說他賣很好 哈哈哈哈 哇他臉不抽搐 他臉不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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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數字是 呃 一周我們在社賣一周的量 就是一般網紅自己開店上賣 可能賣一輩子都賣不到的量 哇 請問就是這一波合作你有沒有賺到錢 有賺到錢 有賺到錢 就是可觀的錢 呃 可是不夠讓你去日本做商務艙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也是我個性問題 我一直在想說 大家知道現在去日本商務艙多少錢 日本商務艙疫情錢大概2萬到2萬5 對 現在4萬到5萬 現在經濟艙就2萬了 對啊 經濟艙就2萬了 那我在想說 我到底要有錢到什麼程度 4-5萬對我來說 才是一個可忽略的錢 我就覺得好難喔 因為你會覺得不划算嘛 對啊 你知道房價對我們來說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看他從一坪20萬 漲到現在200萬 你有那麼老嗎 你有看到20萬的地方 有啦 早期啊 因為他在看那個內湖 以前內湖真的很爛 但是內湖沒有200萬啦 內湖新的 有100出吧 你說大隻那邊沒有嗎 那是真的你小時候 沒有那是真的 是他小時候 國小吧 對 他從小就是在那黑媽媽的地方長大 對對沒錯 那時候大家覺得要20萬 這樣好貴一個人要 賺到七八百萬 長大做不做得到啊 結果長大想 Fuck 七八百萬好別人 那些變七千七八卷碗 新北都很 新北七八百只能住淡水吧 現在 淡水還只能住一房的 對已經住一房或一加一房 連蘆洲最近新的一些那個 預售屋我聽到的 五六十萬了 我聽到一瓶巴士 對對對 蘆洲已經到巴士了 在三明國中站 因為蘆洲能見的地 就是蘆洲沒有整個大重畫區嘛 嗯 對所以我聽到那個 就哎呦我家那邊怎麼變那麼貴 好那講回來那你24小時以後 然後很傷心 很傷心 欸很傷心啊很慢 也有都有都有 其實都沮喪傷心 因為我會覺得 我自己覺得 大家都還是蠻正面看待這件事 就是一個很屌的YouTuber 我覺得要看同溫層 要看同溫層 然後後來鋪天蓋地的 開始被罵 然後 被罵反正 這真的是太多 這件事情說來話長 反正 你第一個收到負面的訊息 是從誰那邊過來的 全部欸 就同時 你打開 這件事情是完全出圈 嗯 因為其實有時候沿上事件 又分成說 例如今天凱莉亂講話 那就只是在喜劇圈被燒 嗯 那喜劇圈被燒一燒 最多燒到左派圈 或者是文青圈嘛 對 他不會到完全出圈嘛 可是就是在前面講的 Seven太大了 他是連離島都會有的地方 所以連離島都會燒你 你知道他意思 他有多出圈呢 清本都會燒 他出圈到我 他出圈到我的觀眾跟我說 他的阿公阿嬤 以為我是很有名的廚師 因為我覺得 因為你還穿那白色衣服 白袍 對 那順其中一個論述他就罵我說 我又不是廚師 我憑什麼憐憫 真的有這種喔 有有有 Jermaine跟美食也沒什麼相關 憑什麼憐憫 可是其實我們拍了很多吃播的對決啊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對對對 但是有一個論述 反正很多種 這一個是你最走心的嗎 也沒有也沒有 就是 你會覺得 全部都在罵我耶 我想一下我最走心是什麼 我跟你講最走心的是 他有一種羞辱感是 你會看到很多張照片 就是滿滿的Jermaine 然後全部都被貼上愛真 65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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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你竟然這麼建議 會啊會啊 自銷 你的票賣不掉 然後自銷65折 然後被 你一定會走銷 你一定走心 你的票賣不掉這種感覺 而且是 而且是各平台全部都在修辱你 每一個店家都收到65折 沒有人要買啊 靠 那個應該 你走出來了沒啊 我走出來 我願意講就是走出來啦 對 那時候你怎麼 你怎麼處理這些負面 自己全部買 我們就趕快去去 你自己收購 我會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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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來不及刷護照 你又拿去買飯糰 沒有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 就在跟Seven確定說 因為有好幾張照片 那時候我的影片沒有講 好幾張照片 都是我們一口氣喔 50顆我的飯糰被貼愛真 50顆欸 我說到底是出了什麼事情 是你們篩貨嗎 還是說怎麼樣 真的賣很爛 然後雖然說沒有 其實賣很好 可是某幾間店 我們後來去問某些大店 例如在那種 大型的醫院裡面的Seven 他的御飯糰 一口氣就是會進200顆 因為一飯糰的保存期限非常短 所以一飯糰一定會被貼愛真實 所以我可以很負責跟大家講 任何網紅 就算是聖人級的網紅 跟任何一間便利商店聯名 像是飯糰餅 都會被貼那個貼紙 只是會不會一次被貼50顆 就不一定 對 對 有可能我就是比較爛 看到你現在走出來就是蠻開心 那時候蒲天蓋地連新聞都在爆 我其實有點擔心 其實CAN不知道啊 我跟他有個對話紀錄 我說你不知道被燒喔 你不知道這個蛋包飯被燒嗎 對啊我不知道啊 那你講我 我去看才知道蛋包飯被燒 可是你說不知道 其實我有開心一下 其實因為我沒有燒起來 代表沒有燒起來 對啊就代表在某 不是完全的 不是全台在燒 對 應該說大家有很多不同意見 因為對我來說 這本來就是這麼主流 很容易遇到的事情 還有我覺得可能像聽Podcast的人 比較不會去吃7-11的食物吧 看YouTube可能比較多 我平常會吃 然後我後來 因為我前陣子去拍八九 都有嘴去嘉義 然後呢 你都講到八九 然後 沒有沒有我只是 你可以叫他們八九這樣嗎 有沒有人因為這些 政治不正確的言論 對啊 還是他們OK被叫八九 他們OK被叫八九 八九其實被叫八九 通常被罵都不是他們在生氣 是別人 替他們生氣 替他們生氣 這個我很有經驗 我覺得可能因為我是九妹 所以我叫他們八九 他們不會很生氣 他們有的 凱莉叫就不行 因為他精英 欸他比我還有錢很多 可是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嗎 他應該不能叫吧 不是不是這跟有不有錢無關吧 這是形象 形象問題啊 因為我覺得我算相對知道 什麼樣是八九 凱莉你知道吧 你覺得八九的定義是什麼 呃跳過陣頭 有刺青 跳過陣頭就可以 不一定要 刺青 刺青是 刺青有提點 是刻板印象 是刻板印象 要跳過陣頭 OK所以定義上來說 是跳過陣頭沒錯 要跳過陣頭 要跳過家將 就叫八加九 只是的確 跳過陣頭的那一群人 跟小混混 跟黑道 跟有刺青 有大部分 有部分重疊 對對對 然後沒有啦 我要講的不是八九啦 我要講的是 我要講的是 我去加一之後 我發現加一的物價好便宜 他一個雞肉飯加一碗湯加一個小菜 比我的八倍歐姆蛋還便宜 嗯 所以就覺得 難怪有一群人噴我東西 怎麼跪成這樣 所以你突然覺得可以理解了 我一部分可以理解 嗯 對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是不是這件事情就這樣 好 就這樣好了 然後我們順時下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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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lus是由頂尖眼科醫師 與專業世光師團隊 聯手打造的 殿堂級精品世光眼科 透過完整的24項精密數前檢查 全方位掌握清晰世界 傷口小回復快 隔天就可以上班 搜尋 EYEPLUS i Plus 聚音尊爵世光眼科 所以嗎 所以嗎 喔很烈欸 喔靠你們 哇 很好喝欸 嗯 喔一大早 哇 這是好喝的欸 對不對 這是好喝的 對啊 你看Ted懂 他蠻香的 Ted很會喝酒 感覺出來 他做土開的 做土開不會喝酒 職業的啊 那個本業是喝酒欸 副業才是做土開 好那我問一下 你現在做土地開發 我的刻板印象就是 以前都要跟很多黑道啊 什麼的互相 要欸 所以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真的會 土開到底在做什麼 對啊 是不是真的可以壓著人 然後去牽制 然後拿槍在後面抵著 你在說那個東區那件事情嗎 你講都更嗎 是不是很多走黑海面 欸有有有 這是真實發生的 就全部都是真實的 但是我們 你有拿槍抵過人家嗎 我沒有沒有 以前我們在做這個時候 就有分黑臉跟白臉 那我一定是白臉 我看起來就沒有殺傷蜜 你看起來就很可愛 所以我是白臉 看起來和矮的習近平 你不覺得嗎 欸有一點 有一點 對對對 我們頻道下面都說我習近平 害我都不敢去中國大陸 我們馬上幫你做一招秘密 讓你真的去不了 那時候我就是白臉嘛 那白臉其實就是在 對不起好笑 你在笑什麼 而且我跟你講 凱莉是臉盲 他都會說出很像 真的很像欸 你越看越像 我就越看越像 我已經沒有辦法正常聽你講話了 只是因為他都笑著 然後習近平永遠都不會不太笑 習近平笑起來大概就是 他很少笑 對對對 你還去演教 是不是 不是因為就很多人貼 就很多粉絲貼照片來啊 習近平連當選第三任皇帝的時候 都不太笑啊 我今天應該準備包子飯 再等一下去我真的不然去中國大陸 太遲 太遲 然後那黑臉的部分就是 可能會做那些動作 可是 但是我在做土開的時候 那個時候應該 大概多久以前 2008到2010吧 所以大概十年 那已經算 十幾年前 在台北做嗎 還是在其他現實 在新北 土地開發 就是從頭到尾做了四年 你大學畢業就直接進去做土開 沒有我大學畢業以後 我當完兵以後 我25歲左右進 進這個產業的 對 然後那土開 就是 顧名思義土地開發嘛 土地開發其實 就是要去找很多的地主 那一種是做整合啊 我們要聽黑幕啦 我們要聽黑幕 好好好 你直接講故事比較快啦 不要 所以你那時候 需要做過最 最扯的事情是什麼 或是你看過 你在現場做過最扯 黑臉做過最扯的是什麼 沒有沒有 黑臉出現的時候 不會讓你看到 就是我們一定不會是同的時候出現 因為我們出現的時候 就是代表可能建設公司 那黑臉出現的話 一定是要跟建設公司劃開 這可以講 我不知道啊 我怎麼知道 我又沒做夠 是你自己之後要開建設公司的 沒有 以前真的有 以前真的是有這樣子的 就是操作 因為通常就是要買地嘛 要不然就是要整合 就是我們要把一塊地 變成完整的一塊 那會有一些地主 就請人開挖賭機 不小心撞到他們家的牆這樣 對也有 這我很有Sense對不對 你也適合欸 也有 凱莉是不是就是開車那一個啊 不是 然後就出來 我怎麼都不知道 這才挖賭機好難用 現在挖賭機怎麼沒有自動導航 也有把垃圾就是一直把人家堆在門口的那種 就堆著跟傘一樣 就讓你不能進出的 哇 那這種然後再擺臉出來去協調這樣 擺臉是出來講價錢的 就是我們願意拿多少錢 跟你買你的房子 或跟你買這塊土地 但我們不可能每次都是這樣子做啦 因為 通常有 通常 槍枝有限 通常黑臉 黑臉一定是出現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通常能合法還合法 因為黑臉很貴 黑臉成本很高 對 黑臉成本很高 因為他們是體制外的 是 他不可能是自己養的啊 因為自己養就會出事啊 自己養就是有 不能自己養是合作 合作夥伴 對 包商啦 外包的 對然後通常黑臉可能還包了土方 對 土方是什麼 是把廢土處理的那些 對就是廢料就拆除處理的 就是還包了很多清垃圾的工作 那清垃圾包含真正的垃圾跟 垃圾的 垃圾的地主這樣 你講的意思 你要進入到砂石車的產鏈 產業鏈 它跟砂石車結合啊 對類似 對類似是這樣 這聽起來水很深欸 那你如果沒有背景 你有辦法進去混這一行嗎 沒有那我是上班 那時候我就是上班 可是如果你想要做建商的話 這聽起來你至少要對這個產業 可是因為現在我覺得 如果雙北啦 雙北或是加桃園 已經算相對很乾淨 很合法了啦 很合法 很合法 就是用錢解決 就是大家都是要錢的 其實黑臉也是要為了錢出來的 大家都是為了錢 那其實最後只要錢彈的龍 大家會開開心心 那開開心心比較重要 對 對 這個結尾好吧 好吧 很關槍 很關槍欸 那為什麼你會離開 那感覺做 因為做土開其實 只要有成都是賺非常多錢 喔好 其實我那時候的四年裡面 我只有第一年有賺到錢 然後第二年有算有分到 然後第三年跟第四年 其實是沒有案子的 就那時候剛好 金融風向 金融風暴 對 我那些公司還算蠻好 就我是公司體制內 那時候是領18K還是20K的 對就是那個時代 那問一下 那如果你談成一個案子 大概可以抽多少 還是中人就像一串粽子一樣 所以要分給十個人 對其實 其實要看中間的關係人有多少 那但是我那時候 應該成的第一筆案子就 我個人收入就400多萬 蛤 你有處理掉一些關係人嗎 怎麼可以一個人拿這麼多 沒有沒有就是 還是地很大 2008年的400多萬 對 對 那時候 就是 有這個價錢 可是而且 還是也分了很多 你還沒有全拿嗎 你只拿一小部分 而且我還是小咖 對啊他才第一年 難怪你要做四年 因為你拿到一次了 所以我撐著 對我撐著 我不想 我不想離開這個產業 只有400萬吃四年也是不錯啦 你剛回台灣那樣子 但是跟預期差太多了 如果每一年都有 都有400萬以上 不要說400 就以我那個年紀25歲 有200300 我也會很開心 對啊 400已經超多 400已經 就是那次第一次 生平第一次被破壞三關 原來做這個可以400 所以你那時候進去多久 就拿到那個400萬 就是第一年還沒結束 可能大概 第九個月吧 好所以你那時候400萬 就想說幹這錢太好賺 然後就花掉一半 我突然發現 花超快 你拿去幹嘛 是不是 有電啊 因為去土開 會沾染一些不好的習慣嗎 絕對有 就是 絕對有 絕對是 什麼都有看過 這跟婚前啦 我相信泰德現在 已經喜心革面了 我剛才想過 我老婆知道 在蒲原第一年 我就拿到400萬 我搞不好就覺得 你現在還在蒲原 我就會覺得說 那地球好像也不是那麼重要 我何必改變世界 其實就是真的沒賺到錢嗎 沒賺到錢 就很生氣 好吧是我自己的錯 我道歉 我道歉 我愛大家 好但因為當然 因為上節目當我會講 比較偏激的舉例嘛 但是 整體這個產業到現在 算是有蠻多的革新啦 也算是 變越來越乾淨了啦 但中南部不知道 像你敢去 就是 新北以外的地方去做 建案之類的嗎 如果有機會 其實 我還是想 還是想 就是了解各地的文化嗎 有 其實我 我跟你說 我到了去年都還在跑 但因為我們前年 本來希望 2020到2021年 那個 我們本來要蓋房子 已經規劃了 結果那時候一起來 原物料漲到爆炸 然後我們後來看看 覺得 現在做這件事情 可能會賠錢 那還好沒做 因為後來又再漲一次 對 後來又再漲一次 對 我覺得蓋房子 以前啦 以前真的是有暴利的 以前有一段時間 真的是暴利的 但現在蓋房子真的是 越來越難獲利的 尤其是中小型 最近我聽到就是蓋房子 尤其有預售屋 現在正在蓋要有交屋 其實他們都會交不出來 因為錢 就是成本跟售價真的是搭不上 然後再來是缺工 所以他來不及蓋 一直以來都這樣 其實現在社團裡面 有很多這個問題 對啊 有看到就是說 如果原本的交屋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遲遲沒有交屋 那就會有賠償金 然後就會有人說 大概可以怎麼領 可以怎麼談 就開始有問這些問題 這個就很多種延伸的支線了 有的會故意讓就不交屋 然後你以為他不交屋 他要賠你很多錢 就你去看合約發現 他就是原價退回 然後他反正房價已經漲了 他就拿去賣掉 也有這種 就鬧鬧鬧鬧到一半發現 靠腰對方進行解約了 有這種事情 有很多大同區前一陣子 大同區 其實新聞都有啦 那實際的案例也蠻多的 像酒面的區域也有 新莊也有建商這樣 就是有些人他不知道行情 他買的預收其實已經漲了 可能二三十趴了 那只是延遲交屋 你不知道是真的延遲交屋 還是假的延遲交屋 可是作為買家 當然覺得說你延遲交屋 你要賠我錢 你要有一些表示吧 他覺得買方最大 可是其實他沒有意識到 他的房價已經漲了 所以建商他看他當初簽的那些合約 但細節這可能要問題的 就是最後就解約了 然後這房價已經漲了 所以建商還倒賺 他不但延遲交屋 但他還倒賺 因為房價漲了 五年前他買的 這是一種情況 然後還有一種情況 我也直接講 就是真實發生的 就是建商在蓋房子的時候 那天建築師有講 就是公設比是自己決定的 就是公設比例是建商自己決定的 不是說什麼32% 35%是沒有規範的 它是我自己決定的 預售屋 開始已經賣了可能六成了 然後突然建商改建造 改建造以後公設比例變高了 就譬如說原本是33%的公設 然後他改了建造變35% 那已購客 我已經買了你怎麼可以再改建造 然後那就回去 那是變成你的那個房屋面積變小嗎 還是 對 你使用面積 你使用面積就變小 這樣合法嗎 好 然後呢 違約 就是 可是合約可能不是這樣寫 就是 那消費者很正常很理所當然 會理直氣壯說 你突然改了我的公設比 那你應該要賠償什麼 然後建商就說 我們可以原價退回 對 反正房價漲了 對反正房價漲了 而且是漲很多 這聽起來就像是 你現在說的合法了 但還是有這些事情狀況 這些合法 這一兩年都還在這樣 就是用法律來玩弄 你要說玩弄嗎 就是可能建商也不知道 疫情QE會漲這麼多 然後漲一漲之後 建商想賺更多啊 一個是建商想賺更多 然後一個是有可能 他原本設定的利潤 被原物料吃掉了 對這也有可能 所以 我最近聽到很多是這樣 對 這是真的 我覺得 以商人的立場是 我做生意 我一定要賺到錢 那你覺得 你以後的建設公司 會幹這種事嗎 我以後的建設公司 一定是 你竟然沒有準備一個開發的答案 我感覺 我感覺十年二十年後 這一段會被拿出來審視 然後我會說 我也不知道啊 你知道 我只是主持人 沒有 沒有 其實 其實沒有 其實因為這個我拍過一支影片 講這件事情 我做建設公司的話 我會怎麼做 其實我把整個流程講出來 就是我想要做一個什麼樣子的 引起造人 就是建設公司 如果講說 我希望是把所有的 蓋房子的建築成本 還有過程 全部都會拍影片記錄下來 那我最後 我可能一開始 我要抓的利潤 假設是20% 對 這我跟特斯討論過 就是學 學特斯拉的賣法 對 公開透明嗎 對 我們希望說 我做這件事情透明 那我賺錢我也賺得合理 那我們買很多東西 大家都知道利潤不會只有20% 那我蓋房子如果賺20% 我覺得相對合理 所以 但是如果我剛剛直接跟你講說 沒有我就會設定20% 其實這樣很難解釋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在說什麼 其實真的蠻困難的 那不然你們當初 為什麼兩個人會合作 泰德有經驗 你又沒有 你憑什麼出來賣這課 當消費者 還是就買夠多 買地時間的時候 發現說我需要專業的人幫我看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故事要回到 你記不記得早期 我在來上你們節目的時候 開始拍房地產了沒 好像還沒 好像沒有 對 對對對其實那個時候 我就是單純想要增加女性觀眾 然後那時候我聊到 什麼東西是 對女生來說 像超跑一樣的 就是房子 就是房子 當然凱莉可能不是 但對很多女生是 因為我覺得 滿人喜歡物化女性的 所以我不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物化女性 各位 這個特許機給我 我在分析我的觀眾 我在分析我的觀眾 我哪要物化女性 我說女生喜歡 那女生男生喜歡超跑 那也在物化男性啊 沒有人在討論物化男性 男性被物化正常 對啊 這原罪 這就是我說的原罪 同性戀可以約炮 異性戀不行 你也可以啊 只是 我不行啊 只是你女兒會生氣而已 你啊我不會 我愛你 我覺得你齁 在那個社群媒體上 跟女朋友放閃的程度多到 我覺得你一定有做對不起她的事情 我沒有我沒有 我跟妳說就是 這和人一看都會這樣覺得喔 沒有沒有沒有 他也很常放閃啊 因為他有這樣講說 我常常放跟IV的照片 對啊 可是那是我跟他的那個互動模式 沒有我原來也有懷疑過他 是不是因為 那他後來 那你後來相信了嗎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兩個活在自己的世界 所以我後來懂 可是你不是因為你是工作狂 你不是那種跟另外一個人活在自己的 你要隨時放閃 其實你認真看 其實大部分是在妮娅那邊放閃 我是比較害羞的那一個 然後那個女朋友都發了嘛 他都tag你了 對他tag我了 我覺得回發啊 所以其實就是有一點小困擾這樣 也沒有到困擾 你有跟他說不要再tag了嗎 我們有溝通 我們有溝通 不要再collab 協助人不要弄我 可以弄百靈果喔 我們會躲你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我說實話 我說實話 骨子裡 其實公開感情這件事情 我還是會害羞的 而且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 會害羞 而且我很清楚知道 一直放閃 然後靠著我的知名度 讓大家知道妮娅的話 其實妮娅也是會被被罵的 我很清楚了解 然後我的形象就是 有錢嘛 炫富啊 大家可能也搞不清楚 我的錢怎麼賺來的 大家可能就會想說 妮娅你就是為了錢 跟這種男生在一起 你是為了保護她 畢竟我的長相是非主流嘛 嗯 你不要嗯那麼快啦 妮娅蠻可愛的 妮娅超正的 對啊 所以這個落差有點大 所以其實我很了解 所以我不難 合理判斷 就是她一定是真心的愛你 因為我們 是真愛 是真愛 我前幾個禮拜去高雄嗎 然後我跟Jomel私下約出來 妮娅也有一起來 就覺得 Oh my God 我覺得Jomel 真的運氣超好 你這麼工作狂 你怎麼跟女朋友 都不用相處嗎 還是你就工作都帶著她就好 會會會 我六日會放假 所以六日會相處 那你去京都那個她會去嗎 去京都不會 那是跟我媽 你既然說是工作 那是工作 我在猜搞不好是母親節 這是一個企劃 你不能說工作 企劃 借企劃去玩一下 所以你現在等於是逼自己 週末就是不能工作 盡量 因為我也很多員工啊 那大家都要休息 對所以六日的時候 會陪會陪女朋友 對 啊講到放閃 我覺得 我還在調適啦 因為我之前單身一陣子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很閃的話 我我我我我 我覺得我覺得 其實我是覺得蠻棒的 我只想知道後面原因而已 你其實在聽到什麼答案 沒有我就想說是不是被逼的啊 或者說不行啊 不放 我可能晚上就不能出去喝酒 沒有沒有我們不會出去喝酒 有一部分是 有一部分是那個 妮雅她自己想發啦 啊我就配合她啊 當然 對啊就是雙方嘛 情侶之間都 我覺得這是安全感的問題 你是沒有給人家足夠的安全感 也有也有 奇怪那麼多一年花掉四百萬 這跟你們說 真的不會 他很難約 他很難約 他約不出來的 我只要出入任何深色場合 隔天一定會有新聞的 所以一定要叫到家裡啊 所以你才要買這麼多房子 我就不信你沒有投資什麼會館 或什麼按摩店 真的沒有 我也想過但是沒有 那種按摩店超賺 都現金耶 但我真的沒有投資 但我覺得尼亞我會有不安全感 因為她覺得我行情很好 尼亞沒有你比她可愛多了 對你看 所以就是其實我行情沒有很好 我就跟她講說其實在我們圈子裡面 行情好的人 就是大概我大概是PR10 就是以財力來說可能我比較高 但是但是我以行情來說 我絕對是在這個生態鏈的底層 那樣子 那她就不相信嘛 那沒關係啊 那她放閃 如果藉由這個行為 她會比較安全感 那我很樂意啊 通常沒有用 什麼意思 那妳覺得要怎麼樣才有用 沒有 因為這次我覺得是兩個人的溝通跟信任 放閃只是一個做法 可是我覺得要解決核心的問題 我是想說沒有這樣往下挖的 其實凱莉妳一直在挖 我就覺得什麼時候會反彈到妳臉上 會啊一定會的啊 沒有 一定會的啊 什麼意思 很難到她臉上是什麼 沒有因為我覺得就是這樣啊 就是一直放閃 就是一定某種程度就是不安全感 所以會拿來放閃 但有些是為了工作啊 凱莉也一直放閃 對啊 我一直放閃啊 超多好不好 一直大公主 東大公主心 可是問題是她很好賣啊 也是 最後發現 對啦 因為最後有時候當然是 身材工具 所以後來發現 有她老公的那個站都超高 站都超多 然後限動也超多 人看到回復也超多 然後吸引大量的LGBTQ的族群 就是 哈哈哈哈 因為凱莉就是 某些女性觀眾的理想型 她想活成凱莉的樣子啊 嗯 你就是另外一個理科太太啊 沒有沒有 凱莉活得很快樂 Yep 現在要聊理科太太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不認識她 我不認識她 你在我心目中是加分下 就是 帶入感 有些女生觀眾想活成你的樣子 你的老公很帥 長得像台北市長 然後呢 很害你 然後呢 你的工作很自由 你很酷 你可以在台上唱所欲言 然後你也是女權鬥士 然後你也可以在主流的傳統媒體 主持一些節目 各方面其實都是很多女生她想做 但是卻做不到的 好 那你就是理想型啊 那我問你 那我以一個專業的角度 這也問Ted 可以 跟另外一半這麼好 可以一起買房嗎 對你們買房的時候 是會把對另外一半的名字 一起放在上面 因為我現在還沒 我現在還沒結婚 所以有Ted回答這一點 只要一起 你如果買房 放到她的名字 再也不用放閃 安全感超刀爆 對啊 這就不用 這她不用clap你了 你知道嗎 其實我 我考慮過這件事情 我一直鼓勵 我覺得尼亞可以作證 我大概兩三年前 我就一直在鼓勵尼亞買房 我就說女人一定要有錢 這樣你才有後盾 就是不管未來發生任何事情 你最好要有自己一間房子 在你自己的名下 對 我那時候我就是也是在 我很愛她的前提下 我還是這樣跟她說的 所以我一直鼓勵她買房 因為她也不太懂什麼投資 所以我就說那你錢還不夠 你就買一些0050 你要說錢還不夠我幫你補 我可以幫她補啊 沒有問題 而且我有裝潢公司 我可以贊助她裝潢 這些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跟她說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 在她自己的名下 所以她現在也還在努力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應該是會 有一招一支會達成的 好接下來換Ted的回答 沒有因為我結婚了我沒有差 買誰的名字是沒有差 她現在已經是君父卡了 她現在已經是君父卡了 她就是王力宏的狀態了 是喔 對 所以就是接下來 她現在全部的收入 一半都是歸老婆的了 可是因為我聽到了大家 待過房地產產業的建議都是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不要共同持有 因為他媽的超麻煩 結婚可能會離婚啊 共同持有很麻煩啦 所以要就是直接買對方的名字就好 對 要嘛就是直接買她名字啊 對 但其實離婚也很麻煩 我們在課程裡有討論到這一帳 因為你一旦離婚 就算好 買在Ted的名下 房貸也都是Ted的繳 可是因為他在繳房貸的過程 是婚後行為 OK 所以是婚後才買房 就算是婚前買的 你婚前的頭期款 婚後繳房貸 你繳房貸的行為 算不算是老公的收入 所以你只要有繳房貸 其實老婆還是分得到錢 喔 因為結婚以後老公的收入 等於老婆也有一半 對 台灣的法律現在已經走到這個地方 是這樣是這樣 這才合理啊 因為你是拿老公的收入去繳房貸的 所以就算頭期款是老公出的婚前 婚後老公繳全部房貸 那一旦離婚 其實老婆都還是可以分錢 老婆可以分婚後的那邊 全部的一半 婚後的房貸的錢一半他都可以分 那這樣聽起來就是是不是應該要簽婚前協議書啊 有我們有講 你們課程到底教什麼 教人家分手跟離婚嗎 你們課程教很多欸 你們到底教什麼 我們就是從法律建築 這給你講好了 酒妹說突然 終於讓我講正經的事情 我們等了一個小時 不是 因為很多人就在噴我們說 這種東西又割韭菜 這有什麼好拿出來賣的 這沒什麼好學的 這沒什麼好學的 可是我相信各位如果認真 要買第一間房子的過程當中 就會有很多疑問 就是如果沒有要買的人不會想這些 要買的人就會開始考慮 然後尤其是要買 可能又要考慮結婚的人 又會想更多 那課程裡面 除了一般怎麼看產品 看產品很基本 然後房子的結構 因為台灣是屬於地震代 那地震代就有很多東西要看 那再來就是 就是稅務的問題 然後如果家裡面有遺產的問題 然後就是 因為大部分人 絕大多數的財產 是壓在房地產上面的 所以才有 剛剛我們談到這一題 就是離婚後資產的分配的問題 所以法律上你們有稍微交到 有房地產相對 我們有律師 客座講師有請律師 然後還有建築師 建築師 結構技師 會計師 維勞督根專家 然後代銷房仲業者 那像我們之前前幾集 有一個齊劇演員叫瑞恩 然後他就是爸爸娶了一位陸配 然後離婚沒有離得很成功 但是就是可能台灣還是有算登記 然後他們已經分開10年 然後爸爸死了以後 然後對方回來要錢 這種 這個也會講 這個也會講 要怎麼樣對付 要讓法官判斷 幫哪一方的 就是律師都是誰請 他就幫誰嘛 對啊 律師百分之百要幫自己的 當事者辯護 但是有稍微提到 應該還是要看有沒有照顧事實 就算沒有真的離婚 要舉證 照顧事 oh my god 你是專業的 沒有我只是主持人 他才是專業 但是因為我們課程 我們已經拍了 就是這一堂課 其實我們已經拍完了 已經拍完了 我覺得課程很多 不要說久妹 就有些東西也是我 我在拍的過程也有新知 就是新學到 對 因為我們設計很多案例 有一些案例可能 我們剛好 我們沒有不會 不會在我們上次發生 我們也沒有想到 可是可能客座講師有提出來 有很多秘技是 我跟Ted分享 Ted才知道 或Ted跟我分享 我才知道的 那你們教這些 你等於是 我這樣聽起來其實你就是 想要把一些買賣過程 建造過程 就更公開 資訊公開 不然以前是消費者 都會不知道這些資訊 對 會不會有建商覺得 你把一些 因為資訊的 才有辦法賺錢 對 以前就是資訊不平等 才能賺錢 就像剛剛我講 我們土地開發黑臉白臉的故事 那就是資訊不平等 然後後來的資訊不平等 就是沒有實價登錄之前 就是房價是不透明的 所以這樣才有價差 可是因為現在是政策 在逼著大家越來越透明 所以因為政策逼著大家 越來越透明 所以我們出來講這就沒問題 可是其實我在五年前 拍三五線上賞屋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 把這些東西普及化 就是想要讓更多人知道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就有被攻擊 被攻擊過一輪了 對 誰攻擊你 同行 我覺得是同行 可是 因為沒有查證 他們的攻擊師會到什麼 你會找黑臉來攻擊嗎 沒有 就是 因為 你看上完這個課 我覺得很有 很有感的感覺 是你可以快速的知道 你約看房子 你可以快速的知道 這個房仲專不專業 然後這個房仲有沒有在畫素 可是 必須要說大部分的房仲都是在畫素 當然 我沒有遇過沒有在畫素 因為他們那個教育體制就是這樣 對 他們就是這樣訓練的 對 他們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知道別的方式 但你至少可以判斷出哪一個是 有畫素你 但他相對專業 OK 就專業畫素 跟低級畫素 對 就比如說你去買房就可以說 我們現在有其他人也在看這個房子 你一定要 屋主說其實可以考慮 但你要不要再加價 因為 因為我跟你講 對房仲是這樣子 他只要求要成交 當然 那他一定會先挑最快速成交的 所以最好的物件 他只會先問那些已經跟他買過房子 非常阿沙里的人 然後 他的VIP 對 所以最便宜的房子很少在 市面上流動 光是屋主有意願想賣的時候 我們這些會買的人 可能就知道 這個講太多了 所以你們出來開課 就是想要有自己的一群VIP客戶 可以大家一起出國炒房 或在台灣炒房 沒有沒有 你要炒房 我們怎麼講出好多可以 其實 其實你講到 你講到一個關鍵 你講到一個關鍵 凱莉我這邊靈魂拷問你 你名下到底有沒有房地產 靈魂拷問 沒有欸 因為我自己就是蠻排斥這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的觀念比較像是 我覺得 台灣人或有的傳統華人的觀念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買個房間 可是 尤其在台北 我覺得真的太難了 對對對 你不是說超多 你很多朋友拿三分之二的薪水 出來附房 三分之二有點太多 有點太多 可是沒辦法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舒服一點的環境 而且已經買到新北市 還是一樣 然後每天一個小時通常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 我不覺得一定需要買房 好 我不喜歡這觀念 因為講到炒房這個觀念的話 就是凱莉比較偏是空空的方向 因為你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 理性覺得說 這個太貴了不可能永遠這麼貴 沒有 我覺得永遠都這麼貴 所以我覺得已經too late 你有認清事實 那我們回過來講 就是我們沒有要炒房 但是我們想要讓大家認知的現實 是台灣的房地產 很難 掉下來 大崩跌 它可以盤整 我覺得跌個10%15%是有機率的 然後有一些超漲的 例如竹北 例如台南 它有可能跌個20% 但是你要跌到全台灣都跌超過20%呢 因為 那銀行就已經很 銀行就斷頭啊 當然 這個我認同啊 這個認同 所以就不用買了 因為太貴了啊 對 我只是很認知的問題 系統性就是不會讓它跌嗎 不是不是 你現在是第一個事實是 第一它很難大跌 第二個是如果它很難大跌 在相對低利息的情況下 你買房其實是在抗通膨 因為你的房貸拉到30年到40年 很多人的觀念認為說 30年跟40年 是背一輩子的貸款嘛 可是其實是你30年 你很大部分的錢 是10年後20年後30年後 才部分慢慢還掉 那你30年後還的1000萬 跟現在的1000萬不一樣啊 因為通通 沒有我完全認同 我卡著點就是台北市 那真是太貴了 所以你就是 但是你堅持台北市啊 那就不要台北市啊 你就不要台北市 可是因為大家生活在台北市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因為不可能就買在一個新竹 然後新竹現在也買不起 但是 不會吧 就是它現在的CP值 就10年前 你那個觀念我絕對買單 可是10年前我也沒錢 其實聽起來你們兩個完全懂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是在講說 我今天繳房貸的結構是 房貸大概是目前台灣租金行情的兩倍左右 假設我今天都租1000萬的房子的話 但是房貸的構成 因為利息相對沒有到很高 所以 所以其實你大部分是在存錢的 對就是你用那個投資規劃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理性上 理性上繳房貸比較理性 只是第一個投期款要怎麼來 第二個房貸還是很痛啊 所以這都是事實 對啊 那最大的風險 台灣房地產掉下來的最大風險 打仗 就是中國 就是敬平幹過來啊 對啊 你要乖一點 你乖一點好不好 不要衝動 那我先宣布不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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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那邊 沒有 那我問一下 你會不會教大家 教大家怎麼在那個實價登錄上面 做一些手腳 沒有啦 這以前有 這以前有吧可以講 以前可以 以前可以啊 而且不是可以賣給自己 什麼建商的投資人 然後去 去讓他變得很便宜嗎 便宜一點 現在還可以吧 這其實都 都很灰色 這其實都很灰色 然後你說現在有沒有人做還是有人做 可是我們課程裡面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教這個東西 因為這就是炒房啊 沒有沒有 而且這違法 這違法 因為實價登錄不實 你就牽扯到 牽扯到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 然後他是公訴罪 對 然後其實目前的 我認為啦 目前的實價登錄算相對 2.0已經算相對透明了 是因為他會把部分 過便宜跟過貴的價格先 先替掉 先隱藏掉 所以你看到的是相對主流的價格 我記得我去香港的時候 他們是房價像股價一樣 在報紙上運出來 你就直接翻開 然後哪一區呢 現在房價 其實應該要越來越透明 就讓大家都看得到 其實我覺得他 對 有慢慢變透明 對啊 我以為你要講 沒有 我想說我一直講透明 好像一直在幫政府講話 今年我覺得一定不太會長 因為今年要選總統 所以今年其實盤整 所以今年的 我覺得年底是一個 如果自助想買剛性需求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timing 因為有可能明年不管誰當選 都可能會漲 都可能會漲 我覺得有記憶 其實每次選後都是會漲 一定要 選舉完後一定要百花齊放 對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就不管誰選上都是這樣 他要做一波啊 他要拚經濟啊 他要拿成績單啊 所以不管哪一檔選上 都是會充一下 那不如買股票算 買股票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其實買股票也可以啊 可是股票你有壓 壓對壓錯的問題 可是房產是大環境 而且他的波算小啊 他的風險低啦 可是他報酬也沒有股票那麼高 對不會像股票那麼強 那這樣假設 對我來說我覺得 因為我就住在台北地區 我覺得台北 我覺得CP值太低了 買不起 我可以跟著你們的課 然後去日本或馬來西亞 賣房嗎 我不要用那個字 買房 因為馬來西亞好便宜喔 對阿 我們 前幾天被嚇到了 馬來西亞我還沒準備過 日本我可以分享 但我們這個課程 我們沒有包含日本房地產 我們沒有包含海外啦 如果賣很好 我考慮再出一堂日本房地產 馬來西亞我們那天聽到 超過40萬馬地耶 超便宜 超便宜 可是馬來西亞也有很多他的問題 當然阿 對阿 氣候阿 然後政府阿 可是馬來西亞好處是不會低陣 他們樓都蓋超高 對 他們中國因素也在低一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買到划算 然後各方面都好 其實東京真的不錯 到現在嗎 對 現在 已經被炒成這樣 東京就是被炒到我一堆朋友 他們在那個疫情前就出手 賣掉他們的商販 其實大家都說東京的房地產不會炒 但其實已經被中國人炒上來了 對阿 對阿 但還是相對 某些區域還是相對划算 如果是港區千代田或者是中央 那還是很貴 可是不買那幾區你要住哪裡 沒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機密的發言喔 沒有沒有沒有 東京都很大 我知道阿 然後大家如果去看東京都的地鐵 因為我們在台北市買房子 不是都說什麼我要買在藍線 我要買在紅線 對阿 你東京都基本上全部都是線 那山區基本上半小時內或20分鐘內 你坐地鐵一定可以到都心 是啦 所以其實那山區是特別貴 那山區我覺得不會賺 可是那山區生活技能很棒 我覺得還好耶 港區很無 沒有他對東京有愛啦 不要理他啦 那我惠比壽面超棒的耶 你說惠比壽嗎 對啊 太貴了 惠比壽 我也覺得新一區很棒啊 白癡喔 但是呢 但是呢 惠比壽 我跟你說惠比壽超屌的地方是 我跟你說你在那個東京每一站出來 你會發現每一站的人長得不太一樣 還有氣質不一樣 惠比壽下來就是香的 No serious 因為惠比壽是很多有錢人住那邊 所以你會發現那邊的人 長得都比較漂亮 因為基因都被洗掉 還有翅膀青山麻布 這我可以講很久啦 我直接講結論啦 如果以一瓶兩百萬來說 在東京也是比較划算的 因為一瓶兩百萬就可以買到惠比壽 甚至應該不用到兩百萬 應該不用 對然後因為法規的關係 台灣很少那種超高摩天大樓 超過120公尺 超高摩天大樓 可是如果你在東京 你帶種 你可以去買那個靠東京灣 那邊有很多 你動不動可以買到四五十層樓的 然後view非常好 類似他們的淡海新市鎮 可是一樣也是坐地鐵就可以到 在豐州那邊 對豐州就是豐州 但豐州有一個論述是 因為它土壤異化 東京太多地震 但是也很多人買在那裡 因為它的建築很美 然後全新的 對那像其實我很想講 其實我已經買了啦 只是還沒有公佈 我先講我的價格 然後可能中間先剪掉 我們之後會公佈 然後讓你們覺得便不便宜 我在那一個墨田 就是壓上全新的 全新的 很便宜 那個價格在新北都買不到 什麼不錯 走路就到晴通塔 晴通塔你不行是不是 你要東京鐵塔嗎 那邊有點上面 我覺得還蠻棒的 誰才是有錢人 我沒有沒有 他就是一直嘴 然後我們永遠買不起 所以我只是愛嘴啊 我沒有要買 你看我就是有賺錢機會 然後我說這不環保 就離開啦 幹 我知道嗎 我知道我要離開的時候 老闆還說你不要離開 之後可以賺到錢 我說No 之後你再出去開公司 我投資喔 他說不要 我不要 之後可以做件事 我說不要 我要離開 他中間裡就說 那個誰誰開了公司老闆投資 我說你就不要留 他說看到來是不是覺得有點 對啊 對啊 結果留著那是我的 就沒留啊 幹 好啦 讓你們補充一下重點 不然都在講屁話 不然感覺都在吵 沒有就重點是 前面講的都要剪掉 到底最後剩什麼 有啦 還是可能有一些可以放寶 他的400萬故事可以放寶 我也沒聽過欸 我覺得那個 我們也有講一些租屋的觀念 其實我覺得這堂課也適合說 你不確定自己 要不要在台灣買放 因為我們前面聊這麼多 我們全部人的共識都是認為 台灣的房價很貴沒有錯 所以買了一定會有不甘願感 但是你內心會有一直的靈魂拷問 你可能10年5年20年 你從出社會之後 你就會問自己說 我要不要買房 我要不要買房 所以你可能上完這堂課 你有一個答案 可能是要或是不要 那就算不要的話 我們在租屋的部分 也有講一些租屋的一些細節 對包含就是租屋的合約 還有租客應該注意的 還有包含我是包租公 房東 我應該怎麼樣去保護我的職場 就雙方權益 雙方權益都講清楚 對 就是以租來講 其實他的學問也很多 租屋糾紛其實也很多 所以我們也是把 如果反正你買不起 你如果真的要用租的話 但是要怎麼樣 該保護自己的東西 這課程內容裡面都會講 那久妹你跟這麼多YouTuber這麼熟 你有要組什麼YouTuber 什麼買房團 然後帶大家一起去買房嗎 我很常告這個事啊 對啊你看起來 就像是會做這種事的人啊 我跟Ted加起來幫 你是洗腦啊 對啊 加起來絕對 你洗了多少人去買房啦 這樣講 他們都賺錢 我們再問洗了多少人 對 有超過十個嗎 我覺得我們 我洗的人加起來訂閱數 應該有到一千萬訂閱吧 可能不到一千萬 可能 因為敏迪只有十萬嗎 敏迪也是 敏迪一萬啊 敏迪只有一萬 他也算你洗的嘛 敏迪算是 哈哈哈 敏迪只有一萬嗎 敏迪叫我西部中 哈哈哈 你不要要體重 哈哈哈 好可能沒有一千萬 但我洗了蠻多YouTuber買房 有些不能公開啦 一定超過一千萬啊 也有超過兩百萬 你為什麼這麼喜歡洗人家買房 萬一人家之後YouTube公司要收掉 他就 斷頭欸 哈哈哈 不過至少怎麼樣都算投 你是用投資的觀念在洗大家吧 對對對 因為就是最前面我們講的 付房貸其實很大部分是在替自己存錢 然後 因為我的形象 大家覺得我好像很有錢 然後同行就問我說 姐妹你都怎麼投資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投了很多東西 很多都賠一屁股 什麼加密貨幣啊 股票也賠啊 然後我就說可是我賺錢的是房地產 然後我就喔房地產賺錢 那那那你都買哪裡 我就跟他講我買哪裡 一講我就越講越興奮 那個酷炫最喜歡我的 對對對 嗚嗚哥我身邊很多嗚嗚哥嘛 嗚嗚哥 嗚嗚哥 十個嗚嗚哥可能最後一兩個就會心動說 哇那你買那邊哇 這真的有漲欸 那我也要去買 然後我就好好那這區我很熟 我帶你 我覺得這區還會再漲 然後就帶他去看 這個就有一點草房的感覺 但這就是好朋友之間的 我懂 如果陌生人我是絕對不會這樣建議他 那以你們現在的資歷 現在是可以直接去跟建商談說 我這邊有很多百萬youtuber 然後我們就要看建商 有些建商會理我們 對啊他們會開始理你們了嗎 有些完全不屌 其實我們不會主動開這個口 一定都是有身邊的朋友 就是可能其他網紅嗎 或藝人 然後有說他們什麼什麼樣 那我們就說喔好 那我認識誰誰誰 我幫你問一下 對 通常是沒效的 空間不會很大 對 建商應該也不會特別 當然 因為其實網紅賺錢在建商眼裡 其實根本都是屁啊 對啊 就是要看那個建商喜不喜歡你 如果那個建商很喜歡你 他覺得他的一個建案 他很喜歡的類似藝人的感覺 這個藝人入住在這裡 他還可以對外講 這太難了啦 這太難了啦 其實還是有 我覺得某些網紅的事情 其實還是可以的 其實蠻多的還是有 其實還是蠻有效的 如果百靈果的 如果凱莉住在某一個建案 我會覺得這個社區很文青啊 我那很文青啊 沒有你進去覺得這個社區是菁英 對啊 對 而且會覺得說應該不會出什麼事 有事 凱莉會處理 凱莉會出來 對會出來 而且凱莉好像很有力對不對 出什麼事 他就跟那個議員講一講 一句話 一句話處理 而且要看到很多隻可愛的狗狗欸 好好 一定是寵物友善的社區 寵物友善社區欸 好 謝謝大家 謝謝這個酒貝跟Tay 謝謝 你在多害怕 我已經放棄買在台北買房了 太貴了 好 那酒妹對我有很多的怨言啊 沒有沒有很多怨言 我們剛剛已經停路了 然後我就說我曾經的夢想就是住在大直 然後明水路面河岸的那一派 喔 結果有一個 既然我們桌上有一個人就住那裡喔 不是啊 我就搬回家住了沒 他就搬回家 他那邊土生土 他是明水路的土著 不是 原住民 你知道就是因為我本來覺得自己有賺到錢 我應該可以買一個我喜歡的房子 結果看了一圈我想 哇靠這CP值也太低了吧 所以我就最後 我最後就妥協 我就說爸我I love you 我要搬回家了 我搬出去十年 所以你就是天生就出生在羅馬 因為條條大陸通羅馬 但有些人出就出生在羅馬 然後還去看一看 發現說喔台灣 看完以後還是回去了 喔土耳其 喔還是羅馬海 就是真的買不起 所以Joman你是住哪裡新裝嗎 我住在就是對我買新裝啊 我剛剛在勸海莉來搬來新裝 因為我覺得在明水路很寂寞 因為我周圍的人全部都是 那你就來新裝啊 臉臉長這樣的有錢人 沒有人要跟我對話 新裝就會有這種胖胖的YouTuber 對啊 新裝好在哪裡我超好奇的 就是有你跟敏迪啊 除了有你跟敏迪之外 還有很多YouTuber 喔是喔 有有有有有 所以你們有在交流嗎 大概有十個 關起來可以跟你們講 有幾個會交流 有幾個就是我們帶他去買的啊 然後 然後新裝是重畫區啦 所以新裝有投錢重畫區 有副都心 所以他整個重畫區的接口很大 所以他就是逛起來會很舒服 有點像是 但當然大直也是 因為我覺得明水路逛起來也蠻舒服的 對所以我才說我曾經的夢想 他是我的T1 只是大直的新房子實在是太貴了 真的好貴喔 大直的十年內的房子可能也要一百多萬 然後新房子是破兩百 對啊 所以我覺得很扯啊 而且我發現我現在在我家附近那裡 就是吃飯啊什麼 全大家全部都講英文耶 喔是喔 大家都說那裡是新天母 對對對大直是目前我認為 全台北是騎士店區域最高的位置 就是大直 天母已經 不是新義區嗎 新義區要看住哪個建案 對對對 因為新義區也有比較便宜的區 對對對 要看區塊啦 因為新義區有靠松山那邊其實還是很久啊 所以大直是大直 內湖是內湖 是完全不一樣 這以騎士店來說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大直是全台灣可以說是最兇猛的人 而且是凱莉住過的 對 凱莉成長的地方 他可以助理 所以我還是要幫你說話 你真的是菁英 菁英中的菁英 天生菁英 天生菁英 You're bound to be 菁英 好吧就這樣 再來